如果我今天希望做這個萬年曆 它可以根據年跟月自動產生一個萬年曆 這個萬年曆的話我的需求是 它可以跟比如說我今天是2012的8月 9月現在9月了 9月那我的禮拜 9月的第一天在禮拜六 那各位可以點一下右下角這邊 各位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跟這個完全符合 那如果說下個月9月10月 10月的第一天10月1號在禮拜一看一下 點一下然後往下一個月也是一樣 那也就是說我要怎麼樣可以利用 以色有函數幫我放在應該放的位置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會需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夏拉市選單怎麼做的 夏拉市選單我們是利用這旁邊取得它的 把這個資料讀到這邊來 那這個我想因為我們是用那個完成檔來做的 所以順便講一下這個地方怎麼產生的 首先的話呢如果在那個以色2010的話 注意一下在這個位置資料裡面的什麼資料驗證 可能在2003的位置跟這個差異性蠻大的 所以呢記得就是說如果你要產生一個下拉選單的話 在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資料驗證這個位置 OK 然後把它點下去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它預設值是什麼 預設值任意值 如果你把它改成任意值的話 這個時候呢裡面就不能下拉 那要怎麼下拉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改成清單 接下來清單它會問你說你的來源在哪裡 所以來源的部分的話呢我們就選取什麼 選取這個範圍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把它改一下 範圍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就會有個下拉選單出來了 也就是說呢這個資料是來自於這裡 OK嘛 那其他這個月份也是一樣 所以我就不講你們自己等一下操作看看 但是問題來了 你會講說欸老師那一般的來源不太可能會放在旁邊啊 這樣有點怪對不對 所以呢一般我們會怎麼樣呢 把資料來源做搬家 比如說這個資料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放在這邊開個新